苏晴,人品好不好 看看他的前任就知道了 何导夜听 一,关于前任 从来不缺话题 刚刚迈入2019 黄毅清史上最奇葩前夫的桂冠就让人了 我们目瞪口呆的迎来了前夫借新冠元八元 这位元先生 跟前前任葛小倩 孩子都生了 结婚证硬是没扯 一边说着爱他 一边让这个女人带着孩子做单亲妈妈 不知道这种操作是为了什么 人品好不好 看看他的前任就知道了 跟前任张雨起 离婚后又同居 应付养权以及财产问题没谈拢 索性大扑微信截图 说张男女关系无耻度 甚至直言张有狐臭 如果说前者可以算做一个前夫的吃醋 那么狐臭之料 简直就是一个小男人的龌龊嘴脸了 难怪此言一出 不论张雨起男女情势方面究竟如何 反正女界同胞同生其分 靠爆料前妻的私隐卖惨 这种前任真是渣 二 元先生张小姐声称和解 不再以私人情感打扰公众安静 然而关于前任的话题 一聊起来就杀不住车 曾经看过一则调查 女孩们吐糟极品前任 票选出了极品前任 最让人忍无可忍的事 No.1出轨 屡教不改 我要分手 他就痛哭流涕 事后继续和其他女人玩暧昧 No.2查我的聊天记录 手机短信 却不让我看他的手机 以及各种通讯工具 No.3动不动就拳脚相加 暴力男 一提分手就说要杀我全家 No.4和我在一起时有了别的女人 被发现后居然说那是她的远房表妹 遇到一极品前任 就好比是在高档宴会上吃了一苍蝇 吃下去也不是吐出来也不是 闹心啊 当然 并非每个前任都是极品 也总有些前任 虽然没能给你最终完满的结局 但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回忆 有部电影社交网络 剧情是Fast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 因为失恋而激发了创业动力 创建了Fastbook这么一个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 并因此大获成功 获得成功之后 他重新去找那位当初拒绝了他的女孩 但女孩的意见依然是我们是真的不适合 坦白说 这样的前任 很让人尊敬的 不图名利地位 这份人品就是真真正正的心中有光 三 最近在追的新乡亲大会里 也有类似这种白月光型的美好前任故事 首期节目里 43岁的男嘉宾韩峰 直接把前女友带到现场做亲友团 更有前妻帮他录制的VCR 里面各种夸赞老韩人品好 虽然现场有不少妹子 接受不了这种把前任变闺蜜的操作 但老韩一句话说得实在 如果未来的女朋友很建议自己跟前任做朋友 那我大不了少个朋友 瞧 老韩这头脑清醒得很 前妻 前女友还可以成为那种偶尔一起吃吃饭的朋友 但是 一切也绝对以现任的感受为第一位 看到陪同来相亲的韩峰的前女友 觉得他挺有勇气的 就像他说的 我还没有结婚 我愿意来就证明没事儿了 很多分手并不是因为人品差 只是不合适而已 有这样神助攻的前妻 前女友 或许你会挑刺而说 这老韩不会是位隐藏的心机BOY吧 但不得不服 老韩这种能稳稳妥妥处理好 每一段分手的技能 购黄先生 原先生们学几辈子了 虽然现场有不少妹子 接受不了这种把前任变闺蜜的操作 但不得不服的是 老韩这种能稳稳妥妥处理好 每一段分手的技能 购黄先生 原先生们学几辈子了 能不能跟前任做朋友 始终困扰饮食男女们的难解题 四 孟非在新相亲大会里说得明白 分手后和前任的关系如何 取决于当初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若是互相伤害 绝无可能做朋友 若是平心静气地分开 做回朋友又何妨 恋爱虽然容易降低人的智商 分手却能看清一个人的情商 想要分手分得漂亮 这也是一门技术 来看看技术方面的操作指南吧 掌握分手前规则 要给足对方充分的心理准备 当你决定要分手时 开始渐渐变得冷淡 约会慢慢变少 对方的要求 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 有意无意跟对方透露一些 对于你们的将来不抱希望了 这段时间需要两到三个月 对方有了心理准备 这时候提分手就自然而然了 当然最好挑个阴天下雨的日子 人在阴雨天气里容易多愁善感 心理学上有个统计 恋爱男女 在雨天分手的几率 明显大于风和日丽的大晴天 分手不能用微信说 很多人提出分手后 害怕会遭到对方的斥责质问 会选择回避的方式 一条微信发过去咱们分手吧 接着迅而关机 这样被分手的一方 负面情绪发泄不出来 积攒在心里 更容易情绪失控 提了分手 不论对方的情绪如何 尽管让他发泄出来 听他把话说完 只有把该讲的话讲完 心结才容易打开 分手狠话 不能过了这条线 分手这事儿本来就挺让人烦 更让人烦的是 分手的时候说狠话的人 比如说 男人最不能容忍的自尊底线 是被女人攻击 没钱没本事 还没有一个好身体 女人最不能容易的自尊底线则是你长得不够美 我从来没有真的爱过你 伤人哪 这话说完 从此那就算结仇了 五 特别不爱看到那些因为分手而闹得血淋淋的情侣 你爱的人 你选的路 最终却要把彼此撕得鲜血淋漓 当你证明了对方的渣 是不是也间接说明了自己的蠢 真正成年人的分手 是一种内心的告别仪式 是分手多年后 我能心平气和的跟你做朋友 言谈中只言好事 也不再惦记任何的爱恨情仇 话说 这种放下起步更干脆彻底 愿你的每一段爱过 都能成为风轻云淡的故事 而非不忍回首的事故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为你播报更精彩的内容